這個Active Printer我有需要站出來嗎? 你這樣體驗一下,其實我平常不會開那麼大 事實上平常我都會開比較小一點 因為這部電腦有一個軟體我不能用 所以我就不能把我的畫面稍微縮小一點 平常我會 縮小小的站在旁邊看著你 事實上我平常在錄影,我不會直接看這個攝影機 因為你這樣會覺得老師一直在看著你 你會有不自在的感覺 所以通常我是 就有點 側面 我不是那個明星說側面是數度特別好看沒有 有些人會有喜歡那種特別角度嗎?我沒有 只是 你這樣看你就知道說老師有在上課就好了 不要說覺得好像老師在監視你這樣 你用到這個軟體之後呢 你看 這裡有分 有沒有看到這有打開興建補貨跟興建工程 興建補貨 其實有時候 他的翻譯是有點 大陸的口語那種感覺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錄影 這樣了解嗎 你也可以直接錄影 直接錄影來用 或者是我們先開一個新的 好吧我們用新的 檔案新的專案 你看一點進來 像 在這邊 他就有四種方法 一個就是直接按下去就錄影了 錄完之後然後才進來 讓你編輯 第二種呢 因為有很多老師是習慣用PowerPoint 雖然我平常很少用PowerPoint當作我的上課教材 偶爾 偶爾是要用一下只是說我大部分用其他的比較多 再來如果你是照片型的 有沒有也是圖片的也可以 也可以 最後就是我就乾脆開一個空白的 就跟各位平常用PowerPoint一樣 我就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開始做自己的 我就先不要受到任何干擾 也可以 所以有些老師 比如說他要做教材 那我已經有PowerPoint我就把它匯進來之後 即使你不錄 我們講的頭像的部分 就是人 人講話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幫你的教材 簡報 配音 做講解內容嗎 可以啊可以啊 這樣也是數位教材一種嘛 不一定要看到人 對不對 或者有的人就貼一個照片在那 我有看過這種教材 那就看每個老師選擇 好我們先選擇這空白的工程 好不好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第一個 什麼名稱 比如說這是 測試露營 OK 第二個 你想要把專案檔放在哪裡 這都OK吧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我看你要放在哪邊 好我先放在桌面上 再來就是大家 有沒有覺得 這些數字看起來又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 知道為什麼要拿預防針嗎 知道 因為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好那 這個解析度 是不得已的 什麼叫不得已 因為有些 教室 我們不是這些投影機嗎 濃不可以插下去 解析度是自動降低 因為那個 投影機座 就是 我們講的比較早期的 他就是4比3的 那就會自動變成這個解析度 就自動變成解析度 那原則上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大一點 這樣OK 好我就 1280乘720 好的接下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叫換燈片 我們泡泡裡面一張一張叫做什麼 等同 可以嗎 換燈片等同投影片 所以預設是不是零張 就沒有認得一張嗎 我就先暫時一張 就先一張 確定 這樣有沒有進來的 這樣看起來還不像對不對 沒有關係 來 這裡 加一加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對不對 就跟泡泡一樣 左手邊就是我們投影片 好 那你進來之後 萬一如果你連一張都沒有 請問怎麼辦 就從上面這裡自己加一張 因為有的人不小心剛剛那邊是零張 就進去就確定了 所以就從上面這裡來按一下 那麼第一次進來 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樣子 是不是有卷軸 你有時候 螢幕比較小的話 你路比較大是不是更不方便 那第一次的時候麻煩你來這邊 右下角 有沒有看到百分之百 旁邊有個這個 這叫做自動縮放 也就是說他會隨著你把它按一下就好了 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有沒有 捲軸就消失 那當我在移動 這個內容 有沒有自動縮放 這樣我們在編輯會比較容易 你如果沒有這樣子 老師那邊放大樓腳捲動 會很辛苦 所以這個是 你一進來之後 開個空白轉動也好 或者是其他都一樣 就是來這邊 把這個地方先按一下 先按一下 那一般我們要做 這個 這個什麼 影片的話 通常背景用 什麼顏色 黑色比較多吧 對不對 你就把它換一下而已 好 就換一下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 大家都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呢 就把 影片 把它插進來 您從上面這邊 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 注釋 這個翻譯 其實它是沒有翻錯 它英文叫 Anonate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注節 可是 一般我們 在中文 大部分翻錯 就是會插入 好插入 你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圖片 聲音 視訊 甚至來YouTube 有沒有 它這個軟體也有 截取螢幕的功能 也有截取螢幕的 它叫截屏 就截取螢幕的功能 好所以我們就找一下視訊 點一下它 你就可以找到你剛剛錄影的 如果 你懶得找這裡 你覺得可以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嗎 有 我可以偷偷做一下嗎 這樣 八卦 對啊 這個不是叫科技始終乃至於人性嗎 按著 到這邊 這樣 這樣有比較快嗎 有沒有就放進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是放進來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跟我剛剛一樣的 假設你這樣視窗看得到 是可以直接過來 好可以直接拉過來 如果視窗看不到的話 我是這樣收起來 那麼麻煩你 脫翼的時候 拖到下面這裡 這個圖示有沒有 等它 我滑鼠左鍵沒有放開喔 我滑鼠左鍵沒有放開喔 等到它打開的時候 按著滑鼠左鍵拖到上面才放開 就是我左鍵是一直按著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人性一點 可以啦 所以 如果說你要加入影片你可以像這樣 那萬一位置差一點點你可以用什麼 上下左右方向鍵做微調 有沒有發現我再一點點移動 對不對 上下左右 它其實也會自動吸附啦 有沒有發現你移過去它會有個 那個 黃色的 橘色的線 對不對 這樣也會自動吸附 這樣OK嗎 有沒有叫進來了 那叫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下面這裡 你可以先play看看 看看這個影片 現在我就真的開始錄 那如果說我要講聽這一塊 好 你看我現在 我們先 看一下聲音好了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的音量 有了齁 所以如果萬一音量有些人錄的時候聲音 距離麥克風太遠 或自己講話太小聲 可不可以把音量加大一點 可以的 可以的 你來這邊 點到它 你看我點到它 有沒有點到聲音了 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麥克風 不是麥克風 一個喇叭 就是這裡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呢 就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就可以調整 音量大小 如果你要調整 像我這邊 稍微比較大聲 我就稍微調小聲一點 好 點到旁邊 它就開始把你計算 它就把它變小 這樣了解了嗎 好這是音量的部分 再來 我們剛剛呢 這個並沒有跑出來 就這個 這個 這個 你看 你們現在上面這個時間軸這邊 是不是都是空空的 那你在任一個位置點一下 就在這一條 時間軸上面點一下 會出現這個東西 好會出現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點上面喔 點上面你看 有沒有點到了 是不是要跑出來了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有能夠 那個魏力導演 那個魏力導演 魏力導演有嗎 有 魏力導演你不覺得這個跟魏力導演那一根有點像嗎 魏力導演那個指標有沒有 時間軸的指標是不是左右有兩個 小的 那兩個要幹嘛 是選影片的範圍 對對這跟功能一樣的 功能一樣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可以看這邊 我再看這裡 這一段我可能 講錯了 我就 有沒有拖曳 我拖的現在是小的喔 現在是拖曳小的喔 就把它從這邊拉動一下 有沒有 好 假設這裡我不要 您看這裡 有沒有這邊 有沒有個叉叉 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刪除 這樣有沒有剪掉了 後面就過來 對啊 所以他影片剪接其實還算容易啊 而且速度很快 那你就可以先檢視一下 我整段影片 有沒有哪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哪裡是吃螺絲的 該弄掉該弄掉 不然的話你就play一下 聽一下也可以 但是其實 我蠻建議各位 如果你如果吃螺絲的時候 吃完了 後面就不要講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後面如果是靜音的話 你就看喔 哪裡靜音特別長就知道那裡 的前面可能是有錯的 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你就 因為 聲音不像 影片不像照片這樣 一看就知道 哪裡有問題 你必須要從頭再看啊 你必須一個一個看 所以你就可以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就 不要講 不要講話 對吧 幾秒鐘 我就知道那個 限制平的 可能就前面是有問題 這樣比較好找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放大鏡 有沒有 這個放大鏡是 時間軸的放大鏡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時間軸我要看比較細的 你就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放大一點 縮小一點 不過我最常用的是第三顆 我剛用的是前面兩顆 對不對 最常用的是這一顆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啊 你看這裡 我這樣捲軸有沒有很長 對不對 還是要捲很久 所以如果第三顆 就是說 不管你影片多長 我通通把你 擠到可視範圍裡面 有沒有發現捲頭變短了 只剩一點點 就不管你影片多長 我就把你縮進來 那這樣你可以 比較完整的看到說 整段影片的大概的情形 比如說音量啦 或者是我們剛講 那你要跳位置 你就用這樣點一下 等一下它就跳過去了 這樣OK嗎 這是 這是第一個我們 會需要用到的 某個片段吃螺絲的 沒關係我就把它剪掉 第二個 有時候吃螺絲之外 少錄東西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比如說我講到這邊 啊 糟糕 前面這裡有一個東西要補 請問 如果你遇到這個 該怎麼辦 如果是錄摩克斯去那個 虛擬生粉 你應該知道大家都要開始忙了吧 不是你 不是老師 說 重錄就好 因為其他人是不是要幫你再 剪掉然後再重弄 很麻煩嗎 那 插入 那也很麻煩的 你都沒感覺 泡泡 你如果 有一張投影片忘記了 要插進去 你就怎麼插 就直接在上面直接加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喔 他有一個功能我覺得是很好的喔 就是在這邊 我點兩下 好 你點兩下就可以把如果這個範圍你不要就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就收起來 好假設我到這邊我中間要插東西進來 我游標先到那邊 您看這個地方 游標到了 這是步驟一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分割 二在這邊 你可以把這個簡報這個影片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也就是 放到不同頭影片 來你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叫分割換頭片 從我時間走以後的變成一個新的頭影片 有沒有 你看我們左手邊 現在有沒有變兩個 那你應該知道 增加 調整順序你不能跟我講不會吧 這個是 PowerPoint調整順序的方法 所以我在這邊 我現在是 第一段 後面那段 中間是不是可以加我自己的內容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原來PowerPoint也可以做剪接 對啊你用相同概念 是不是這樣就學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用這種方式 我們在學 因為你已經學過PowerPoint 所以反而 學起來比較快 那一般我們用微粒導演 惠生惠 他們的時間走勢在下面 他也有類似像這樣的功能 可是他是用橫的 因為標準的影片解接用橫的 但是跟我們撿包方式 剛好不一樣 我們撿包方式的 其實用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自己的顏色稍微調整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 你可以再加自己想要的東西進來 這樣會了嗎 好所以我們一般的剪接 您就可以像這樣子簡單的做進去 就OK了 好